尽管这只是中国海军的一次例行常规训练 但是日本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加渲染 不仅对通过宫古海峡这一国际水道的中国军舰 派出战舰和侦察机进行全程拍摄 还在媒体上不断渲染中国海军的威胁 此外还派出苍龙级潜艇悄悄跟踪中国海军编队 有分析称 日本苍龙级潜艇安装有斯特零型AIP动力系统 具备高隐身性能 下潜深度高达350米 对中国海军威胁最大 那么这次北海舰队的远洋训练 日本会再次跟踪吗 李洁分析说 日本一般都要派各种侦察机 以及水面舰艇进行跟踪监视 随着它这个苍龙级陆续复役 水下隐蔽性很好 而且航行时间比较长 可以在水下至少航行半个月 所以不排除我们舰艇编队出岛链之后 它实时在部分海域进行跟踪 好